据印度新闻报道 近日印度医院又闹出了一个丑闻 一名孕妇因感染新冠病毒 住进了班加罗尔的一家护理医院 然而这名新冠孕妇在住院期间遭到了医生的侵犯 并且不止一次 当前据此事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孕妇之所以拖这么久才报警 是因为她遭到侵犯的时候即将临产 不敢把事情捅出去 只是向医院进行了反应 然而现在孕妇已经生完了宝宝 医院始终都没有给她一个说法 因此孕妇直接报警 希望警察能把事情查清楚 揪出来那个恶魔 可惜警察也不是万能的 由于事发时间过长 而孕妇在遭受侵犯的时候高度紧张 现在连医生的具体身份和名字都搞不清楚 查了几天毫无进展 警方的解释很奇葩 把所有问题一股脑都推给了孕妇 怪孕妇不能给她提供详细的信息 然而这是在医院发生的事情 有具体的作案时间却查不到任何线索 实在说不过去 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孕妇绝对没有说谎 因为医院管理部门的表现暴露了一切 管理部门对警察的调查非常不配合 一些关键线索拒绝提供 一直推三阻四 告诉警察医院内部会进行调查 有了详细结果再通知警察 闹出这么大的丑闻 警察却连医院都摆不平 医院明显是要隐瞒 既然如此 警察要求孕妇提供具体信息又有什么用呢 即便孕妇指出了犯罪嫌疑人 警察也没办法 完全是形同虚设 更奇葩的是 医院似乎已经开始找人洗地了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带了一波节奏 表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病人假扮的 因为孕妇感染了新冠病毒 医生就算再不到的 总得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吧 不可能去侵犯一个新冠患者 这个分析看起来有几分道理 但是细想一下 就发现有很大的漏洞 受害者不仅仅是新冠患者 还是一名孕妇 接受的护理必然是多方面的 若是其他病人假装医生 孕妇不可能发现不了 值得一提的是 类似的事情在印度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单单新冠疫情期间 就爆出不少新冠患者 遭到侵犯的丑闻 哪怕缩小范围 单单孕妇感染新冠 遭到医生侵犯的事情 也发生过多次 甚至还有医生侵犯 刚刚流产过的女性 导致大出血这种令人震惊的事情 之所以类似知识频发 主要是因为印度的犯罪成本非常低 大部分侵犯女性的案件 都会不了了之 只有很少数特别过分的 才会处以急刑 因此印度的男人 对于侵犯女性这种事 已经习惯了 他们并不觉得 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